而对于这种足以称暴 普通人及丹师的隐晦能量 秦义晨却仿若还不知足一般 还扔出几位罕见灵妖 疯狂地吸收着 而在这种吸收之下 她的精神力开始疯狂地暴涨 那种程度比起先前 无疑是要强悍了十余倍 灵境破 秦义晨握了握拳头 感受着石海中 那股雄魂磅礴的精神力波动 她那深邃的眼眸之中 也是有着一抹笑意闪过 此时 她石海之中 原本是成为炼丹师标志的神珠 已经毫无踪迹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一具几乎凝实了的精神力之体 这便是踏入人机丹师巅峰 灵破境的标志 若是再遇见狂元旗 哪怕他动用上青长烟炉 对付他 我也不需要记住丹炉了 秦义晨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灵破境和灵动静 虽然只是一个境界之格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 却不可同日而遇 哪怕是灵动静巅峰的人机丹师 也无法与刚突破灵破境相比 因为灵动静之人 精神力之体在如何凝实 也仅仅是局限在神珠之中 所动用的精神力也有限 但是 灵破境 已经是打破了神珠的桎 精神力之体 已经自存于石海之中 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调动的精神力 远非灵动静可以比拟 不知道有多少人 集丹师 终生都止步在灵动静 更不知道 有多少优秀的丹师 在突破灵破境时 失败 寒恨而终 破开神珠 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胆量的 而在破开神珠的一瞬间 稳固精神力之体 将其自存于石海之中 更是艰难无比 灵动静的强者 在十方丹腐中 虽然罕见 但是一般而言 至少有三四人之多 可是灵破境 历年以来唯有宗主 感受着得到生华乐的精神力 秦义晨沉淫少许之后 身形终于是犹如一只捧鸟一般 从山洞中闪掠而出 而此时 在十方丹腐之中 却是有着一些 出乎秦义晨预料的事情 正在上演 在秦义晨炼制焚心丹离去之后 一个消息 如同长了翅膀一般 飞速地传开 秦义晨将要代表十方丹腐 去天龙皇城 参加丹腐大会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 顿时引起了无数的质疑之声 虽然说 秦义晨在之前的丹会上 挽回了十方丹腐的颜面 但若是凭借这个 便让他代表十方丹腐 去参加丹腐大会 自然会有众多之人的不服 首先 秦义晨虽然抵御下了 堪比灵动静巅峰强者的精神力攻击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根本没展露出自己的实力 无数人纷纷猜疑 他是不是动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才在那种可怕的攻势下 存活下来的 而其次 便是其资历了 虽然秦义晨有功于十方丹腐 但是 他毕竟是一个刚通过考核不久之人 在丹腐中 几乎没有资历比他浅之人 一个实力 不知道是好是坏 资历极浅的小子 代表十方丹腐去参加丹腐大会 在一些推波助澜的闲言碎语之下 这种质疑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中 便是席卷了整个十方丹腐 将一些散人 为秦义晨解释的声音 给彻底的淹没下去 对于这种局势 田良却也是无可奈何 那小子一走 便是三四天的时间 就算他帮忙 却也无法单凭一张嘴巴去解释清楚 让人信服呀 而且参加丹腐大会 这个消息传出来 定然与那两个克青 脱不开干系 田 田老 不好了 就在田良愁眉苦脸 想着怎么帮秦义晨 名正言顺地 获取那个参加丹腐大会的名额时 一道焦急的叫声 伴随着仓促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东 杨克青和优华老人 带着众多炼丹师 往府主那边的方向去了 一个散人炼丹师 从远处跑了过来 根本顾不得休息 就气喘吁吁地 对田良汇报道 什么 田良面色一沉 身形豁然站起 你在这儿等着 若是其医生回来了 叫他赶紧过来 在陈寅少许 丢下一句话后 田良便是火急火燎地离开了 十方古城深处 有这一座巨大的楼宇 平日里 这间楼宇四周 鲜少有人出现 因为这是府主的静修之地 众人生怕引起什么动静 而打扰到府主 但是今日 这里却是人头拥挤 满天喧哗 更是嘈杂不已 在那黑压压的人群最前方 东阳克青和优华老人 站于其中 而这边的异动 很快便是有人通知了府主 片刻之后 府主身反骨 从楼宇中 行走了出来 见到府主的身影 不带他说话 漫天的喧哗之声 便是沉寂了下去 显然 府主在众人心中的威望 还是极高的 何是如此喧哗 府主 目光扫视过下方一眼 威严的声音 响彻而起 在深反骨目光的扫视下 众人都是微微低下脑袋 没有一人敢与其对视 而他的问话 也没有人敢回答 退下吧 府主皱了皱眉头 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其实 对于这些人来此的目的 他早已知晓 只不过 秦义晨去参加丹府大会之事 在他心中 根本就不会因为别人的质疑而动摇 而随着身反骨 淡淡地挥手 众多炼丹师不由得心生退意 见到这一幕 东阳克青和优华老人一咬牙 连忙是上前一步 拱手的 府主 参加丹府大会之人 还望府主三思 是啊 府主 秦义晨毕竟是一个新人 以他的资历 恐怕难以服众啊 这一次 好不容易煽动了这么多人来 若是被府主一句话便是说退 那以后想要对付秦义晨 可没什么机会了呀 而东阳克青和优华老人的话语 当即又是引起了一阵附和之声 东阳 优华 你们是质疑我的决定吗 担负府主 目光微动 望着东阳和优华老人 声音有些阴沉地喝道 我等不敢 还望府主三思啊 听到府主有些微怒的话语 东阳和优华老人 连忙是鞠躬道歉 但是他们依旧坚持着那个想法 福主 担府中 比秦义晨资历要高之人比比皆是 那小子天赋是不错 不如 等下一次担府大会 才让他参加 那个时候 我等定然 不敢再多言半句 是啊 福主 依我看 身灵才是参加这一次 担府大会的最佳之人 在东阳和优华老人的遗迹眼色之下 他们身后的诸多长老也都是应声道 见到两个克卿 与这么多长老的质疑 那些忐忑 战力不安的炼丹师们 也都是纷纷附和 一时间 都是一些要取消秦义晨参加担府大会的喧哗 质疑之声 见到这么多人的喧哗 担府府主的脸色阴沉了起来 若只是东阳 优华老人两个克卿阵营中的人 他完全可以直接将其驱逐出担府 但是 他的这个念头 显然是被东阳和优华老人摸透了 此次来到这里的人 不仅有他们阵营中的 甚至还有几个散人 与众多与他们没有干系的炼丹师 所谓法不择重 就算是丹府府主 也不能因为一些质疑 而将这么多抱着一颗为丹府好的心态的炼丹师 驱除出去 不得不说 这一次 东阳和优华老人的煽动很是成功 哼 此理高有什么用 在关键时刻 是谁挽回着咱们丹府的颜面的 而就在这时 一道怒吓之声陡然响起 众人纷纷侧目看去 正是田良带着一些散人炼丹师赶了过来 田良的这句话语 顿时让得不少人纷纷闭上了嘴巴 的确 秦义辰在丹会中的表现 让得他们哑口无言 在那个时候 只有秦义辰站了出来 哼 田良带 那是挽回我们丹府的颜面 还是让我们丹府丢人 可还说不准 而就在这时 东阳突然冷哼一声 怪声说道